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医学知识来源于生物学的研究成果 我们先来看古希腊的生物进化思想的萌芽和生物分类学 古希腊学者很早就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观察 并根据观察的结果进行了多方面有益的探讨研究 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在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米利都学派的阿纳克西曼德认为在太阳的照射下 海洋变暖而产生泡沫 进而产生出各种生物来 第一种生物是鱼 随着干旱陆地的出现 一些像鱼一样的生物变到陆地上生活 并随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甚至人也是由类似于鱼的动物脱弃了鱼皮进化而来的 阿纳克西曼德的理论可以认为是生物演化的雏形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在生物学方面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 他一生的著作中有三分之一是生物学方面的 如动物质、动物质构造、动物的繁殖等 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观察和解剖 他和他的学生一起技术了约500种动物 其中有50多种动物是直接通过解剖做出描述的 他通过对动物身体的结构、生活习性、生存环境、运动方式 以及生活方式进行研究 对动物进行了认真的分类 形成了他的生物阶梯学术 从脊椎动物到无脊椎动物 从哺乳动物、卵生动物 再到他所谓的自然发生动物 同时他的分类学术还暗含了生物进化的思想 接下来我们来看古希腊的医学 我们知道医学起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 凡是有人类居住生活的地方就会有医学 古希腊早期的医学知识来源于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地区 最初的医学是掌握在各地祭司们的手里 后来在古希腊出现了专职的医生 并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医学体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尔克芒 被称为希腊的医学之父 他为了了解人的生理构造 曾经解剖过人体 他通过解剖人体发现了人的视觉神经 以及连接人耳和口腔的欧式观 同时还认识到大脑是感觉和思维的器官 古埃及人为了制作木乃伊 也曾经解剖过人体 但阿尔克芒是以医学为目的而解剖人体的 他的工作开了西方解剖生理学的先河 西伯克拉底是古希腊最有名的医生 他写的医书很多 还创立了四体液说 这是当时的四元素说 在医学中的应用 根据四体液说 人体中含有黄胆液 黑胆液 血液和黏液 当这四种体液配合正常时 人就处于健康状态 当四种体液比例失调时 人便患病 治疗的过程就是使这四种体液 由不平衡达到平衡状态 西伯克拉底对许多疾病的症状做了描述 并研究了发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 西伯克拉底不仅以精湛的医学技艺 为欧洲医学奠定了基础 还已经全面提出医学道德问题 制定了医生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而名垂千古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伯克拉底誓言要求 从医者必须充分保持医生职业和行为的纯洁与神圣 他还强调医生要有良好高贵的仪表 健康的体魄 利他主义的品质 要热心 诚实 谦虚 严肃 冷静 沉着 果断 并且要有纯洁的和简朴的生活习惯 1948年世界医协大会通过的日内瓦宣言 和1949年世界医协大会的决议 都把西伯克拉底誓言作为国际医务道德规则 赫洛费拉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塔 是希腊化时代初期最副盛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 赫洛费拉斯通过解剖正确了解了人体的许多器官 第一个区分了动脉和静脉 并批评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心脏是思维器官的错误 指出大脑是智慧之辅 比他年轻的埃拉西斯特拉塔 做了更多解剖 对人体动脉和静脉分布以及大脑的研究尤为充分 他是把生理学作为独立学科来研究的第一个希腊人 他认为呼吸时吸入的空气经过肺 在心脏内变成活力灵气 随动脉通过全身一部分在进入大脑后变为灵魂灵气 再通过神经系统遍及全身 他还确认了大脑的思维功能 在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基础的理性医学得到繁荣的同时 希腊的经验医学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一直到盖伦才把古希腊的医学知识和解剖学知识加以系统化 并把一些分立的医学学派统一起来 建立了古代医学体系 盖伦生于小亚西亚 年轻时学过哲学 随后致力于医学研究 他曾到过许多地方行医游历 研究临床医学、药学、解剖学等 公元168年被交为皇帝的御医 同时还致力于医学研究和著述 盖伦所描述的人体生理图像 是对埃拉西斯特拉塔自然灵气 活力灵气和灵魂灵气学说的发展 其中虽然包含许多谬误和异想 但却是对人体生理现象的一个完整解释 盖伦医学是对希腊医学的一次 全面总结 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又具有很高的理论性 本讲内容参考了吴国胜著科学的历程 王鸿生著科学技术史 石云里编著科学简史 以及张子文主编科学技术史概论等著作 我们本专题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